10.3.A改變 今天要來講車子引擎保養的問題 有網友來信說 這到底是5,000公里保養還是1萬公里保養 這個其實車主手冊上面就有他們的標準保養程序 那講5000有5000的道理 講10000有10000的道理 那其實這個跟機油是有關係的 我們現在用的是 我現在用的是全合成的機油 所以其實他在使用上 他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你平常行駛是在市區還是高速公路 我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比方 你車子假設在高速公路上時速是每小時100公里 那麼就是說你一個小時可以開完這100公里 那可能維持在2000轉3000轉4000轉 不等看你的駕駛方式 那假設我們是3000轉好了 意思就是說你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每分鐘3000轉 然後一個小時跑完100公里 好這是第一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你這樣講如果你在市區的話 100公里要開多久 假設你要開100公里 假設在市區你要開3個小時好了 那你要知道3個小時開100公里 跟在高速公路上 一個小時開100公里是差了3倍 那這差別在哪裡你想想看 一樣都是兩三千轉的轉速 事實上你要3個小時才開完100公里 那這個相對引擎它在運轉的這個轉速上面 本來是一個小時順順的這樣子 還有撞風還有撞風原理 讓這個機油可以就是說熱量比較沒有那麼高 那換到市區同樣100公里 同樣的轉速差不多的轉速 事實上在市區要3個小時 也就是說它的磨耗比會增加3倍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字 那當然各機油有不同的耐力 也有很多種類的機油 那我現在用的是MOTORIX的機油 FSX的級的 它抗熱衰退 然後防止機油裂化 我們上次已經有在北公路的時候 做了一些測試 那時候跑是大概2000多公里了吧 現在已經要將近5000了 我大概在6-7000會再拍一個 有關這個機油的測試 那我們這個題外話 最重要是到底是5000或1萬保養好 那就要看你的駕駛習慣 事實上以我個人經驗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開的話 其實我大概都是七八千到1萬 也就是說以1萬為標準 但是我們提前換 這時候機油卸下來 它還是 當然已經有一點點就是說 沒有像剛加的時候 金黃色那樣子的 因為機油它有潤滑降溫 還有就是說把這些清潔的功能 這些有一些磨損的一些東西 它可以防止這個機件受到磨損 或者是因為高溫的關係受到損壞 那如果是在市區常常塞車的話 那你想想看 同樣100公里你要花3個小時 那 每天這樣開 每天這樣塞車 周周平靈 可是轉速市場是差不多的啊 那你就會發現 平路上的塞車上下班 雖然開的不遠 你可能只有開5000公里 但是事實上你的磨耗程度呢 已經超過1萬公里的磨耗程度了 所以我們要講就是說 平心而論就是使用的頻率跟機油 因為機油是一分錢一分貨 有比較便宜的兩三百塊一公升 四百塊一公升 五百塊一公升的 也有一千塊的 那差在哪裡 差在就是說 當然這跟你車主本身的使用習慣有 有很大的關係啦 那我剛剛講 我們不要講什麼 很多的實驗的證據 然後又去拍五千公里 拍一萬公里 到底那個機油黑到什麼存儒單的換 其實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用這個最簡單的想法去想的一件事 一個小時開100公里 大概是三四千轉 跟三個小時開100公里 也是三四千轉的情況之下 走走平停 又沒有狀風可以散熱的情況之下 那麼 你在平路上塞車 開車開五千公里 其實就會超過高速公路上的一萬公里 那如果是綜合版的話 像我個人覺得如果說有走高速公路 也有走平面道路 那麼依據使用習慣 我個人覺得大概可能就是 極限是一萬以內 就是說 我大概都是七八千就去換 那 當然 你會發現就是說 好壞的機油在 五千公里內 就是 接近五千公里跟超過五千公里 就會感受到 就是說 車賽台 感覺比較高 所以感覺沒有像寬完機油那麼好 那事實上它已經有烈化的狀態了 這時候就要考慮更換 而不是著目於說是五千或是一萬 這各家有各家的說法 那五千是不是給店家賺了 一萬是不是感覺好像 比較優 比較就是說 划算 其實都不是 是看你的使用條件跟狀況 記得 高速公路上行駛每小時一百公里 三千轉 一小時開完一百公里 在市區 塞車 一個小時 一百公里要開三個小時 一樣的轉速 它是三倍耗損 所以 我覺得 大家用這個方向去想 可能就會覺得比較好啦 那我個人開車每天從宜蘭到台北 就是一部分高速公路 我大概一天台北要開一百一十五公里 在平面道路大概佔了三十趴 所以我 讓自己大概就是說 大概在一萬為目標 大概七八件就去換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供一下山路啦 跑一下什麼的啦 可能到七千多你就會覺得說 這機油好像 油門的反應沒有那麼靈敏 但是這時候 機油的保護還是OK的 但是呢 就要更換機油了 其實機油相對於其他引擎部件 它是小小的費用 我們要講一件事 保養是幹嘛 保養就是為了預防故障 就是故障前的預備動作 而不是等到壞掉才去換 那就花大錢 所以呢 經由這個 換這個機油 換各個部件 不然變速箱 是不是說兩萬啊 還是三萬要換啊 這個都有標準理程數 但是呢 要看你的使用的頻率 來決定 你在哪裡開 剛我講的 轉速多少 這個東西綜合起來 多換沒有關係 因為多換是 我們是預防性故障 保養只有一個目的 預防故障 因為在故障前 它會經過耗損 經過很多很多劣化 什麼等等的 你就感受到它的差異了 這時候就要換 大概簡單是這樣講 那下次如果說有借到機器的話 什麼的 我們比較有時間再來拍一集 就是說有關 這個機油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後續再做介紹 這一集先跟大家講這樣子 大家這樣子去想 就知道說 我大概有個底子 是大概什麼時候換機油 就有個標準在